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评赛的场地上 打出反对种族歧视的滋哑 北京时间11月27日 2021年试评赛男子单打展开第四轮角逐 中国队选手梁静坤与英格兰选手皮切福德进行交锋 当争夺决胜局比分到8比40 刚刚赢下一球的皮切福德向裁判适宜要求休息 吃起了别人递过来的一根香蕉补充体力 此时 看台上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冲梁静坤大喊Yellow Banana 虽然看起来 这人似乎是在说皮切福德在吃香蕉 但考虑到在英语里语中 香蕉因其颜色有侮辱黄种人的含义 结合这名男子起哄的现场情况来看 有理由怀疑他实际上是在针对梁静坤进行种族主义的侮辱 但由于缺少现场近距离的视频画面 暂时还无法确认这名男子的身份和动机 也不清楚此举是否为有组织 有预谋的行为 不过个别人的骚扰并没有影响到梁静坤 他一直专心听教练指导 没有对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做出回应 在后续的比赛中 他顶住压力以4比3翻盘 惊险晋级8强 获胜的瞬间 梁静坤激动地蹦跳起来 向看台上的中国球迷们挥手示意 把球拍放在耳朵边聆听球迷们的欢呼尖叫声 随后更申请亲吻球衣上的国旗标志 就在北京时间28日下午结束的南单四分之一决赛上 梁静坤起先因0比3大比分落后 又遭到看台上一些好事之人 发出嘘声道喝彩 但梁静坤依旧不受外界影响 稳住心态绝地反扑 联班四局上演惊天大逆转 最终以4比3击败巴西选手余果 成功晋级4强 将在半决赛上对阵队友樊振东 拿下决胜局后 他狂奔着扑向在一旁观战的教练秦直导 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 梁静坤也再次亲吻并向看台的球迷们展示对扶上的国旗 看台上的球迷们全体起立 兴奋地挥舞着国旗 欢呼声几乎震破屋顶 这一幕幕让众多中国网友倍感振奋 比中国运动员用实力击碎杂音 28日晚 ITTF国际拼联就此事发生 此外 新当选的主席佩特拉·索林 在接受央视独家专访时表示 ITTF对此事的态度非常非常严肃 我们坚决反对种族主义 国际拼联倡导的乒乓球全人类共享不只是口号 而是客观事实 国际拼联集团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丹顿则透露 ITTF已经收到中国拼协对于种族歧视行为的投诉 我们马上采取了行动 联合赛事组委会对此事进行了非常非常严肃的处理 若是再听到类似言论 我们将立刻将闹事者清除出场 明镜需要族领域